好,那请看一下头颖幕 那微分的函数逼近 那这是上礼拜的 那我们主要函数逼近的部分 上礼拜是在讲太乐展开式 那如果太乐展开式的假设 它是我们用多向式来逼近一个函数 所以我们如果直接假设一个函数是多向式的话 直接假设一个函数是多向式的话 你会发现说 根据刚刚我们做的推论 它的太乐展开式应该会长成这个样子 k接分是f,k次为分ofa 然后呢,s-a的k四方 这是太乐展开式 那为什么它长成这样呢? 刚刚我们已经证明了零点 那证明了零点呢,你就可以看到 f,s呢,如果把它写成多向式的这个样子 那f'ofs就等于这个 f'ofs就等于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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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最后fk次方为分ofs就等于这个 好,那你会发现 当我把s等于0带进去的时候呢 这后面的都会不见 有s项都不见 就只剩常数项 所以f'ofs就等于c1 f'ofs就等于2c2 f'ofs就等于3乘以2乘以1乘以3 那就这样子推就可以了 好,所以呢,ck就是k接分之 fk次方为分of0 好,那这个称为麦克罗林奇数 那如果说呢,我们把它套A点的话 那就变成泰勒展开式 好,所以套A点的话就变成泰勒展开式 好,那上礼拜我们还提到一个 就是说,其实泰勒展开式上面有一个 就是说,如果我把最后k k加一次项的这部分 我们呢,怎么讲 就是,这里,这里,这里写的不太好 我发现这里 也就是说,最后一次项 最后一次项呢 我们用c取代 用c取代不再是fk次方为分ofA了 这c呢,是借在ab区间之间的话 那它会因为均值定理而满足这样一个 最后一次项可以造成等式的情况 这是泰勒均值定理 它比均值定理 微分的均值定理 还要再更进一步 因为它是多项 多项 好,所以呢 这个泰勒展开式的图形 就是越多项次就会越逼近 那以cos而言一样 越多项次就会越逼近 但是远的地方呢 就失效了 因为远的地方 它的那个sn次方会很大 所以就会失效 好,所以你会看到它的错误呢 在前面都很小,在后面会暴涨 OK 那这是泰勒 泰勒展开式的效果 好,所以这个错误呢 在后面呢很容易暴涨 好,那这是上礼拜所讲的 那上礼拜我们还最后讲了一个就是 尤拉数1 而且我们讲尤拉函数 1的s次方 那它的微分就是它自己 它的积分 也是它自己 那这里我们看一下尤拉数的性质 尤拉数的定义其实是 1加n分之1的n次方 n趋近无限大 所以它是一种逼近值 那接下来 我们从1开始到 到尤拉数1 去做s分之1的积分 结果会刚好是1 这是它的很有趣的特性 那再来 尤拉数1也可以改写成这个形式 其实这个形式也就是这个形式 是非常类似的 好,所以变成1加1接分之1 加2接分之1 加n接分之1 那它是尤拉函数 1的s次方微分就是它自己 1的s次方积分也它自己 不过这里应该是不定积分 所以应该加个c 常数 好,那这个我们 尤拉函数的回分是它自己 这件事情上礼拜我们有用 黑板证明过 OK 各位可以回忆一下 好,那这题也有可能会考 就是 新末考的时候 但是 引理和定理我们都会给你 好,那所以呢 尤拉,如果你把尤拉函数1的s次方去取它的态勒展开式 你就会发现是这个样子 那所以当s带1的时候 s带1的时候 这1的一次方不就是1加1接分之1加2接分之1 所以就回到了前面尤拉 就回到了前面的这一个性子 1等于这个 1等于泰勒基数的这个 好 好,所以尤拉函数就到此讲完 那应该是讲了两次了 接下来这个就没讲过了 尤拉负函数 这个就开始变得很弦了 那这边要特别特别小心 这个不是一个一般的数学 它已经是高等数学了 OK 所以我相信各位应该高中应该没有学这个才对 有i又有e的 好 尤拉数1的虚数次方1的is 这个 这个 称为尤拉负函数 尤拉负函数 那对于尤拉负函数而言呢 我们如果去算它的态勒展开式会怎么样 各位想想 如果fs是1的is次方 那我算它的态勒展开式 好,我们要算态勒展开式 是不是要先把微分,微分,再微分 统统都取出来 对不对 好,那我们就先看它的一次微分是什么 一次微分 1的is次方 一次微分 是不是把这个is看成一个u 对不对 把is看成一个u 所以它的微分呢 就会把i 提出来 提出来 啊,这个1的u次方的微分 还是1的u次方 所以没变 好,那但是i被提出来 所以变成i1的is次方 好,那这边呢 就是第一次的导数的结果 第一次导函数的结果 那二次导函数的结果呢 就是这个i再提出来一次 再提出来一次 is一样再看成一个u i再提出来一次 所以变成i平方1的is次方 那三次导函数呢 就是i3次方 1的is次方 四次导函数 就i4次方 1的is次方 但是请注意 i到底是什么 i是虚数 对不对 i既然是虚数的话 那i的一次方 我们还是只能写i 但是i平方 我们就不只可以写i了 i平方是什么 -1 所以就写-1 1的is次方 ok 对,is根号-1 虚数 ok 所谓虚数 对数学家来讲 其实他们发明这个也 当时也是觉得一个非常奇特的东西 就是不可理解 那根号-1到底代表什么 但是问题是引入根号-1之后 数学就大大进展了 他就可以做出很多变化 所以这个根号-1到底代表什么 就不重要了 因为他可以增加你数学的力量 ok 所以根号-1到底代表什么 对数学家来讲 他只能告诉你说 他只能告诉你说 因为引入了根号-1 可以造成数学变得更强 好 就这样啊 真的 你觉得很质疑 对不对 引入根号-1可以造成数学更强 所以我们应该要引入根号-1 这完全是一种鬼论吧 跟我们一开始的那种想法 好 不接受 好 没关系 那 如果 如果你用一种欣赏的角度去看它的话 你会发现说 如果我引入根号-1 这个东西可以变得更强 那对某些人来讲 他会觉得 哇 这很有吸引力 那如果你是那种觉得 哇 这很有吸引力 引入根号-1就可以变得更强 虽然我们不知道根号-1是什么 那 当你这样去看事情 而且你会觉得说 哇 这个事情很伟大 因为引入了根号-1之后 就更强了 数学的系统会更强 这是一个多么美丽的事情 你就可以 念数学系了 好 因为 会去做数学家的 其实至少对这种事情 要能够 能够有一种 有一点敬畏 又有一点羡慕 的那种心态去看这件事情 你就会觉得 这是 这是一件 很值得去做的 好 那如果你觉得很值得去做的 那就代表 你有这个性向 可以去做这件事 那如果你觉得 胡扯 那你就不应该去念数学系 好吧 好 这个根本就是不对 那 胡扯 你想 想了之后 就算 就算这样 对你也没有任何吸引力 那我觉得 你就不应该去念数学系 那如果对你有吸引力 觉得 这是一件 很不可思议 但是却 却很值得探索的事情 那这 这个代表你可以念数学系 好 那 这里我们刚刚讲 i的平方是负1 i的3次方 就变负i 因为负1 乘以i 就是负i i的4次方 呢 就回到1的is次方 所以每经过4次的微分 它就会回到原来的函数 每经过4次的微分 就会回到原来的函数 各位还记得吗 我们曾经画过一个图 画过一个图 就是 把一个sy轴上面 一个sy轴上面 画一个圆 然后呢 每一次乘以i 代表它转90度 每一次乘以i 代表它转90度 那转了4次90度之后呢 就回到原点 就大概是这件事 好 所以 这个 1的is次方 变成 微分式之后呢 你会发现 它每转4次90度 它就回到原点 那 也就是 1的is次方 好像跟 圆的转圈圈 有某种神秘的关系 到底什么关系 1的is次方 跟圆的转圈圈 跟有某种神秘的关系 好 OK 那到底是什么关系呢 这里 如果你用极座标来看 复数空间 OK 用极座标来看复数空间 极座标是什么意思呢 来 极座标 就是说 这边呢 是s 好 这边呢 是y 但是我们一般是这样写 可是这边我 我极座标在复数空间 我就不再写sy了 我其实这边 我其实这边代表的是 实数步 实数步 这边代表的是 虚数步 也就是说 比如说 3加2i 那其实它的意思是 这边的座标走是3 这边的座标走是2 OK 这个称为极座标 极座标 极座标 这边是3加2i OK 这一点 好 这个称为极座标 那极座标上面 你可以看到 1的is之方 这个函数 它其实在做旋转 在微分的这个事情上 它其实在做旋转 好 那各位 各位可能会 有个 诶 你们都是大部分 普通高中 毕业的吧 对 OK 这里有一个问题 我想问各位 就是 你是普通高中毕业的 你有念物理 对不对 不要问 不要问 有人会睡着 我还是问一下 那 你有念物理 物理 物理 上面 啊 近代的物理里面 有一些东西其实很重要 什么东西很重要呢 啊 电磁学 也就是我们 我们 系上应该要 学的 那部分的基础物理 OK 电焊磁 这部分 是 是 近代的物理很重要的 当然 有一些更近代的像 量子力学啊 那种东西 但是呢 我们没有到那么高等级 我们只到 电磁学 就够了 电磁学里面的这些物理里面 近代的物理 其实跟工业革命 是息息相关的 好 再问一个问题 工业革命是什么 工业革命到底是什么 好吵 有人一直在打键盘 然后哒哒哒哒哒 说好吵好吵好吵 因为我玩电动都玩不下去了 对吧 好 那 到底 近代的 物理跟工业革命 有什么关系 那我就问那个 哒哒哒的同学好了 来来来来来 近代的物理跟工业革命 有什么关系 来回答一下 手还摸着键盘的那位就是了 来来来 你觉得 近代的物理跟工业革命 有什么关系 啊 对可是 你能告诉我牛顿对工业革命 有什么贡献吗 为什么啊如果没有危机分 就不会有工业革命了吗 还是有那 那 为什么我们会觉得 牛顿是很有伟大的贡献 他竟然跟工业革命 没什么关系 对那 微机分到底跟工业有什么关系 你会算这些 你就会做电路了吗 两个有什么关系 我会算这些我会做电路 好像留不起来 对不对 有直接的 直接的 关系吗 对 数学是工具 可是总要有点关系 可是总要有点关系 之后你才会发现说 我这个时候需要用那个工具 什么地方让你觉得有关系 线路 线路跟 线路跟 线路跟微积分的关系在哪里 告诉我 告诉我 谁能告诉我 计算 计算 那怎么算怎么算 是哪一个函数的算法 还是 之类的 有关系 这问题很深啊 这问题很深啊 对 线路 线路 到底什么关系 来看个影片 最近 最近才 才在看影片 所以 顺便给各位看一下影片 好 看个影片 看影片 好 真的 请看VCR 这个VCR呢 来 来来来来 啊 摩擦升电 OK 这个其实 还用不到微积分 驗电器 这个也还用不到微积分 待会 我先给各位看 直接的关联 啊 这个影片 或许等一下我们有空的话 可以再回过头来看前面 啊 那两个铜球靠近后放电 这个跟微积分 你还是不上关系 四波器 这个跟微积分 这个跟微积分有一点点关系 OK 四波器 那 啊 大电容放电爆炸 这个跟微积分 虽然或许扯得上关系 但是 不直接 磁场 铁械的磁力线实验 这个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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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变数的 微积分 很有关系 向量微积分 很有关系 所以 磁力线 其实就是向量 微积分 所要描述的东西 现在想不起来 因为 我们还没交向量微积分 对不对 OK 好 再来 电子枪 电子束 会受到磁铁的影响 而弯曲 好 这个值得看 哦 我觉得我们稍微看一下 这一 这一步 好 电子枪 好 这是 来 放大一点 这 汤 汤 好 中间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电子束 而它电子枪射出的电子束 经过特别用一个黑色的盖起来 让你看得很清楚电子数在哪里 这里有个磁场所以电子数才会直直的射出去 如果没有磁场的话电子数就会乱射了 就好像各位用那个点酒精高的那个墙 那个电子数是乱射的 它旁边它会射到铁然后就停了 OK那是乱射那么有方向性 注意看它的 这个是磁铁一根磁铁 它不同的集放上去电子数会弯 不同集放上去电子数会弯 为什么会弯 磁场改变对磁场改变 OK那这里电子数会受到磁场 磁场的导引 对不对 所以电磁学是合在一起的 电跟磁是一体的两面 OK那它调那一个也是同样的类似的方式 改变磁场 它就弯了 好这一点看到了 好这个称为汤姆森实验 汤姆森实验 好这里电汉磁是什么关系 根据那个右手定者 有没有电汉磁之间有一个关系 对不对 OK那你会发现说电汉磁磁好像是电的幽灵 有点这种感觉 磁就像电的幽灵 所以磁和电的关系 其实有点像磁数和虚数的关系 但是还不完全 我们再来看一个 电动马达 这才是我们今天真的要给各位看 哇也挺慢 重载一次 好有了 好电动马达 好电动马达的原理是什么 我只是看到了 你会有一个缘子 拥有一个缘子 对一个缘子 有一个缘子 这些缘子 这些缘子是 是一部分的 一个缘子 这是我们将来展示你这里 所以 您的缘子 您的缘子 对一个缘子 这些缘子 这些缘子 对一个缘子 对一个缘子 在这里 然后 缘子 是由一缘子 到另一缘 我刚才 好 這邊是一個線圈對不對 線圈上 OK 它會有電流 然後它把它接電 好 接上去之後 它發現不會轉 那這不能稱為電動馬達 它覺得有一點點啦 但是不明顯 因為它的方向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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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uss out here and here and the direction of the current is constant if we want the motor to carry on rotating we have to reverse the direction of the current once every turn and that's the purpose behind this commutator here you'll notice that it's actually split so we have a ring here that is split in two and every time it rotates the direction of the current reverses 好 注意看喔 這裡 方向對了 就變成一個電動馬達 OK 把它拔掉 那這是什麼關係 如果你要描述一個圓周運動 你怎麼描述 那圓周運動對近代的電磁學 有非常非常重要的影響 因為馬達到處都在用 那而且電磁波也是透過馬達去產生的 OK 那震盪 之前可以用馬達 現在通常是用震盪 那用震盪加上一個RF模組 可以發送電磁波 那電磁波比較完美的 你可以用sin cos來表示 比較不完美的就會複雜一些 但是最後還是可以拆解成sin cos來表示 sin是什麼 cos是什麼 sin是圓周運動旋轉 旋轉的對邊 cos呢 是圓中運動旋轉的零邊 對不對 OK 所以sin和cos這個函數 跟圓周運動有非常密切的關係 一個是對邊 一個是零邊 對吧 OK 那sin和cos跟圓周運動之間的關係 回到我們這邊 sin和cos跟圓周運動之間的關係 回到這邊 你會看到1的is之方 當你把它為分之後 它好像會繞圈圈 回四次會回到自己 這個現象跟什麼有關 再看一下 由來公式 1的is之方 等於coss加i sins 現在變成什麼呢 coss coss就是這個極坐標的時數部分 i sins i sins 就是極坐標的虚數部分 這樣可以理解嗎 極坐標的時數部分 跟極坐標的虚數部分 組成了這個1的is之方 函數 這樣 稍微至少有點關聯 你會感覺到 它隱隱約約之中 有一點關聯 對吧 一個是極坐標的時數部分 一個是極坐標的虚數部分 sin就是在表示虚數部分 cos就是在表示時數部分 兩個合起來 可以直接寫成一個式子更短 就是1的is之方 那你可以證明這件事情 怎麼證明 因為1的is之方 你把它用態度展開式展開 你會發現是這個式子 這個式子 如果你1的is之方呢 用態度展開式展開之後 變這個式子 你把它取時數部分 時數部分就是1-2s平方 加上4階分之s4次方 這個是時數部分 虚數部分就是i 就是i去掉的話呢 就是1階分之s 加3階分之s3次方 加5階分之s5次方 應該減了 減3階分之s3次方 加5階分之s5次方 那個是虚數部分 稍微看一下 cos是什麼 cos的態度展開式是 1-2ss平方 加4ss4次方 加等等等 sine呢 1ss-3ss3次方 加5ss5次方 這樣 ok 對 沒錯 一個都是加減輪流的 對不對 都加減輪流 1嘛 減嘛 正負正負 ok 那這邊i的 有i的也是正負正負 有沒有 ok 所以正負正負 其實就是在反轉 ok 那四圍的反轉 就變旋轉 就是 一個 一個 這邊正負 一個這邊正負 那不就是 旋轉 ok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 cos也是這樣 sine也是這樣 1的s次方 根據 這個公式 那把它兩個呢 組合在一起 你會發現 它剛好就是這個式子 所以 1的is之方 本身代表的 其實是一種旋轉函數 旋轉函數 在極坐標上面的旋轉函數 cos s和sin isine s其實也是在極坐標上面的旋轉函數 這是它為什麼關聯起來的原因 好 那 所以 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你會看到 我們 1的is之方 其實是cos 和sine 的 組合 只是 不過sine的部分 是敘述 好 這件事情 非常非常重要 它關聯到我們 後面 所有要講的東西 就是 是 負利的極數 負利的 負利的 轉換 那 所以這邊請各位 要多注意一下 負利的極數跟負利的轉換 什麼關係 好 來 我們在太樂展開式的時候 所以我們是不是說 好像有下課 是不是 下課 OK 那我們先休息一下好了 因為剛剛忘記下課 等一下來看負利的極數 好 休息一下 でき 繁特 到 我們 下課 至少 б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